早前香港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 所有的法律界人士都盛装出席 香港司法人员的盛装 重点当然是头上的假法 资深大律师的假法 更是两块很怪异的口长法 委任礼是庄严的长盒 获委任的人都是精英中的精英 但一头的长假法就令到画面感到很滑契 明明是中国人的面孔 但带着中世纪老外的假法 除了暖直想不到其他的形容 立法会议员何君尧多次在议会提出香港司法要改革 而改革的第一步就是司法人员要齐齐丢了假法 可惜司法机构的回复说 戴假法是传统 除了反映法庭的尝严性 亦是对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实行普通法有象征的意义 法官的尊严要靠带假法来维持也挺可悲 至于说假法可以象征和内地法制不同 就更加荒谬了 大家不妨环顾世界 看看哪个国家和地区的法官 是带着中古的假法来审案呢 加拿大 南非 新加坡 巴基斯坦都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 但今天他们的法官头顶有没有假法呢 1776年 美国独立 独立之后 美国法官第一件事就是放弃那个代表欧洲殖民者的假法 印度也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 但现在印度的法官头顶都不再带那个不伦不类的假法了 这样我们私从的英国司法人员又怎样呢 原来早在1992年 英国就在青少年法庭取消了假法 到了2009年 英国宣布除了刑事案 其他案件的法官都不需要再配戴司法假法了 英国《泰晤士报》当年是这样解说的 他说假法的退场是代表着英国司法系统走入现代化 连英国法官都放弃了 看来全世界就剩下香港司法界 对那头假法暖暖不舍